每一名队员挺不住的 我将大一发给他 有没有要的 不要 不带手套 而且里面也没有穿描 这是刚刚打了两个热水 打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在抖 抖也在抖 身体也在抖 所以这个科目 就是为了提升育员队员 在严寒条件下 长期潜伏专度力 不具备一个野外分身条件 就很难保证任务的完成 身体漏了 被冻透了 脚还冷吗 冷啊 这小肯已经没有积极了 大家们坚持坚持 还有我无论的脚都吃素了 两个小时在这种室外急寒条件下 对人体正常的有耐寒能力 就已经是这种极限了 二小肯也成为一小肯的 你们太猛了 我感觉自己不能放弃 加油啊 加油 加油 一中 零下二十摄氏度 负重五十斤 长途奔袭十五公里 这是武警加姆斯支队特战队员 正在进行的 冬季魔鬼舟极限训练 加油 石头 赛程刚刚刚过半 所有特战队员都在努力奔跑 只有一名队员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他是特战一小队队长范宇阳 打鼻子 行不行 赛阳 不准 走走走走 他能不能跑了 他能不能进去 走 他能不能进去住 十五公里呢 他的奔袭时间一般在两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在这种室外急寒条件下 对人体正常的有耐寒能力 就已经是这种极限了 赛阳 虽然体力正在被快速耗尽 但小队长范宇阳还是咬紧牙关 继续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二小队也撞过一小队了 一小队太棒了 范宇阳 终于吐后嘴了 一小队把他也撞了 加油 零下二十摄氏度负重奔袭 人体会吸入大量冷空气 刺激咽喉 通常张嘴不宜过大 用舌尖抵住上额吸气 让冷空气从舌尖两旁吸入口腔 从而起到为冷空气加温的作用 担任小队长的范宇阳 负责指挥鼓舞队员 说话过多 吸入了大量冷空气 造成干呕 每迈出一步都十分艰难 肺部往下那个位置就特别疼 就是不敢呼吸 只要一呼吸一吸气的话 就感觉里边非常痛 就有刺痛感 虽然魔鬼舟极限训练要求 中途不能完成训练的 可以申请退出 但小队长范宇阳 并没有打算放弃 我其实就是想证明一下 自己可以带好这个小队 能带领小队取得荣誉 在此前魔鬼舟四天的 极限训练中 范宇阳带领特战一小队 在楼房反劫池 极寒挣托 抗干扰记忆中成绩领先 他只要带领小队 在接下来的15公里负重奔袭 极寒射击和野外速营 这三天的抗寒课目上 还能保持优势 就能斩获极限训练勇士勋章 极限训练勇士勋章 是武警部队为魔鬼舟极限训练 成绩突出的队员专门设立的 加姆斯支队派出四支特战小队 到底哪支小队能够拿到 象征着勇气与意志的 极限训练勇士勋章呢 距离终点还有最后六公里 范宇阳由于体力不支 被其他小队赶超 我们俩高队赶快点 赶紧 赶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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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换换 快点 快点 走 走回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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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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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往往往往 dah 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三公里 即使呼吸受阻 脚步艰难 也阻挡不了此刻范宇扬心中对胜利的渴望 他开始准备最后的冲刺 来 手背走 手背 来 背上去吧 走 小心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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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二百名 加油 加油 不要 不要 一拙 一拙 没有十六万 六万 虽然小队长范宇扬已经拼尽了全力 但成绩还是不太理想 在这个课目中 他们这一队仅仅拿到了第三名的成绩 我看你这个最后跑着跑着突然怎么又来劲的感觉 兄弟们都在努力 也没想那么多 就看着终点了 就想拼鱼 拼鱼吧 看我边跳 一小队虽然在15公里奔袭中排名第三 但综合魔鬼舟前四天的成绩 在四支小队里总分依旧排在第二名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的极限射击课目 范宇扬他们又能否扭转战局冲进第一名呢 极限射击在100米的距离上 用五发子弹打银弦把上的五个气球 弦把五次每次停留三秒 把子停留时间很短 队员稍有疏忽就会错失射击 为了加大射击难度 在30分钟的射击过程中 特战队员还要用筷子加豆子 也就意味着他们要一边加豆子 一边打气球 而射击和加豆子都需要很强的专注度 两个放在一起实际操作起来 就更加困难 同时四股的寒冷 也让射击难度再次升级 要求特战队员 必须脱掉保暖内衣和手套 去完成射击 每挑一颗红豆计一分 每击中一个气球计十分 最后 红豆和击破气球数加起来 作为小队成绩 所以设置这个科目 就是为了提升自然队员 在严寒条件下 长期潜伏用专注力 最后保证手发命中的射击能力 不戴手套 而且里面也没有穿苗 就是穿了一件很容易一样的东西 然后在打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在抖 手也在抖身体也在抖 范玉扬 上机 成人 大家听着啊 我们瞄准的过程中 要把注意力放在靶子上 用鱼管去挑你的骨骨 范玉扬在迅速判断出 这个科目的关键要领后 找到了能够两头兼顾的办法 他让队员们将脸贴紧枪托 眼睛紧盯着前方靶驱 同时用余光挑碗里的豆 裸露在外的双手被动得僵硬 挑五骨中的红豆非常困难 然而时间在流逝 加不到足够多的豆 就赢不了比赛 按照范玉扬想出的两头兼顾的办法 一小队已经打中了六个气球 现在什么感觉 现在左手手指已经没有感觉了 我看你的手一直在活动 就怕一会儿第二发打的时候 弄不住枪 但是现在这个枪子特别凉了 零下二十摄氏度 穿着单衣趴在雪地上 队员全身已凉 大队长特意找来了一件大衣 现在设计开始已经十分钟了 现在设计开始已经十分钟了 我身手里留下您大衣 只有一件 只有一件 你们小队哪名队员挺不住了 我将大衣发给他 有没有要的 终于啊 真没有吗 没有 都能挺得住吗 都能挺得住吗 都能 阿姨皮上是不是暖和 不暖和 我不需要 确定不要吗 不要 真的不要吗 不要 第一想法呢 我想看一看 到底是谁挺不住 主动蹦出来想要这个大衣 有没有什么叫苦的 受不了的 那我打走了啊 别放鬼啊 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气温下 队员们趴在雪上 体感温度甚至能够达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 都冻得发冷的他们 其实迫切需要保暖 可是大衣只有一件 为了和战友们同甘共苦 没有一个人想要大衣 还剩下最后十分钟 他们都决定用身体硬扛 越到我后期 越冷 越需要你们的意识 所以你们在内力 先把时间每次只有三秒 队员们按照范宇扬的方法 几乎都能及时打上靶子上的气球 随着大队长的一声口令 三十分钟射击时间到 现在身上 腿就下半身飙了 腿飙了 这膝盖已经结冰了 这都是硬的 对 结冰了 一小队收获了四十个气球 和383颗豆子 总得分783分 极限射击结束 一小队的成绩遥遥领先 总分还超上一轮排名第一的二小队 六十多分 范宇扬他们又重新回到第一 然而想要夺得极限训练勇士勋章 他们还要去冲刺最后一个课目 野外速营 下面进行野外速营协列 利用周边地形地物搭设速营地 大小队 大队 大队 野外速营 要求首先选择既避风又隐蔽的地形 然后搭设与环境相融合的营地 最后开始速营对抗 成绩按照伪装效果 坚持时间综合平地 这是一名黑战队员必备的 或者基础的一个素质 因为一名黑战队员可能有很多机会 涉及到长期在野外实行任务 各小队在四处寻找地形 范宇扬带队来到树林 选择了这条树林内的水沟 这里便于搭设 而且防风隐蔽 这个包的感情把它切回房 再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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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里啊 把它好就那儿了 从来也没往出发啊 底下在地下的雪 你能整出来呢 这种扫寒啊 有那个小刀吗 抬一会过来抬吧 抬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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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小队都选择低洼处送营时 只有四小队做法别样 用玉米接杆打营地 从地里砍下废弃的玉米接杆 原地围成锥形 营地就搭设而成 搭这个还得多长时间呢 搭好 那么一小队范宇扬他们 搭设进度如何呢 这好得有短的 好长点 对 这楼好得长得够 那么搭设好的营地里面 是什么样子呢 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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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往里 好好好 来 赶紧给我递个垫 把所有的水袋都拿来 拉上 来 赶紧一个人 来 这个人 一个人钻去一下 不用拿点垫来 垫都不晚了 够了 够了 人下来 去 继续带 到了晚上八点钟 搭设速营的时间结束 快完了 来了 经大队长检查和实战评估 一小队营地选址 便于搭设隐蔽性强 四小队善于就地取材 而且都在规定的一小时之内 搭设完成 两支小队都给了满分50分 快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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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破 进屋 放破 接下来开始速营对抗 对抗过程中 队员坚持不住 可以申请退出 各小队申请退出一名队员 扣50分 坚持的时间越长 得分越多 夜间气温急速下降 速营风险性很高 一旦时间把握不好 就会冻伤 甚至可能留下终身残疾 此次速营时间 预设为7个小时 太阳现在躺着什么感觉 还是很冷啊 就是动脚 特别动脚 感觉底下有寒气 就是有凉的那种潮气 往上反的感觉 然后这个棚底 我们虽然说把它 那个搭设的时候 特意给它盖上了 但是还是有透明感觉 好棒 大家来坚持坚持 还有五六个角的水素了 你要是太冷了 两个人之间互相靠一靠 水沟虽然避风 但两边寒气很大 里面依然很冷 那么四小队 用玉米接杆搭起的营地 会比一小队暖和吗 站住 五六 你把这儿站了多张 我已经在这儿 站了两个小时的岗了 都睡着了吗 因为这个夜晚天气 确实比较老 战士们应该还没有入睡 那我们看看里面的战士 可以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体注意 紧接一口 抗寒时间过了四个多小时 按照人体的承受力 应该有人申请退出 但四个小队都在暗自较劲 队员们都不退出 大队长只有下命令 结束了这场特战队员 在极寒条件下野外速赢的挑战 一方面是防止时间设置过长 容易出现特战队员动伤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在 逐步增加难度 让特战队员逐步去适应 由于野外速赢提前结束 这个课目的成绩将以各队选职 搭设伪装作为评分标准 最后一小队和四小队并列第一 随着第七天的课目结束 武警加木斯支队2020年度 魔鬼州极限训练也落下了帷幕 那么范宇扬带领的一小队 最终能否获得极限训练勇士勋章呢 一小队最终如愿以偿 获得了极限训练勇士勋章 队员们都上台领奖了 然而记者却没有看见 小队长范宇扬的身影 原来就在昨夜速赢时 范宇扬将一半的睡袋 戴在了新兵身上 结果自己被动得发了烧 但他最终完成了 对自己和特战小队的承诺 拿到了象征着体能与意志的 极限训练勇士勋章 对他来讲 魔鬼舟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最大的敌人 不是高难度的训练内容 也不是近似冷酷的教练员 而是自己心中的意念 稍有退缩就会全线崩溃 只有自己咬牙坚持下来 才能在极限的环境中 实现自我的突破 成为真正的特战勇士 还能在极限中 也没有人 ť独 从海想尝试 所以你不 syllables 我想尝试 还满了 还满了 我还满了 感谢观看